殿下 难吗 人家好想要 殿下 我穿越成了党中的傻太子 唯一的皇子 这里是黄贵妃的御书公 我去 这女人是黄贵妃 殿下 快脱呀 太子和黄贵妃住在一起 请进大理不得好 不对 这是永远害我 惠妃奶奶 我们千万不能乱来 殿下 好热呀 这女人怎么回事 我的头怎么会这么晕 糟了 这是中了灭药 药药发作了 你为何要引诱我来此饮酒 还暗中下药 殿下 奴家不懂 什么药 来吗 来吗 殿下给我 贵妃也中了药 看来看不知情 这边以后到底是谁要和谁 怎么 快忍不住了 酒 谁送来的酒 是燕王妃啊 只要今晚的事情传出去 皇位就彻底轮不到我这个事情来做了 等父皇驾崩 能做出皇位的救之友 燕王 燕王又害我 你惊醒一点 我们中了燕王的命药 此时必定在监视之中 如果我们真的有什么 因为我都得死 那我们该怎么办 你马上找一名信得过的宫女 吩咐她去办件事 小兰 贵妃娘娘 过来 是 皇上驾到 皇上驾到 皇上怎么来了 你个逆子 给朕跪下 臣妾参见皇上 臣 参见父皇 你还有脸 喊朕父皇 朕怎么会生出 你这么个孽畜 陛下 龙体要紧 切勿动气 太子殿下 如此大逆不道 不如将他送到 大理寺 关押问罪 说 见了大理寺 那只有死路一条了 这个从严人想害过 难道他是燕王女人 父皇 儿臣是被陷害的 儿臣和贵妃娘娘 是喝了燕王妃送来的酒 里面掺了魅药 但儿臣并未做出出格之事 那你为何 来贵妃殿内饮酒 儿臣是被人哄骗来的 你也知道 儿臣之前有些痴痴 但是刚刚喝了魅药以后 却感觉醍醐惯停 忽然 变清醒了 竖儿你的义症好了 是啊 父皇 那朕便考考你 如果你令朕满意的话 今晚的事情 朕既往不咎 如今南境劳灾严重 积民遍地 你可有什么应对之法 父皇 此事也不难 既有劳灾 必修水利 不如直接让各地灾民处理强求 以梁为仇 让技能稳定民心 还可以大大节省国库开支 儿臣称其为 以功代阵 这还是能耍太子吗 好 好一个以功代阵啊 我大周 后继有人了 以后就有靠着 得赶紧把英王的阴谋 告诉他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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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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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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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传奇发作 驾崩了 这不是传奇 这是毒发的症状 你是燕人 全联合赵太极 给我父皇下毒 最甘万死 你可不要血口喷人 还跟狡辩 方才 会给父皇的丹药 给我拿过来 拿过来 冤王殿下到 冤王殿下到 文朝书 大逆不道 气死皇兄 今日我赵太极 就为皇兄清理门户 太子活生生气死陛下 还请王爷 废了他的太子之位 赵叔 念在你我 书职一场 本王 许你留下遗言 燕王殿下明鉴 陛下之死 跟太子没有关系 住口 皇家之事 还轮不到 你说三道四 好一个狼狈为奸 赵太极 你打得一手好算吧 用命要意图 废我处位 又联合这条 燕狗毒杀父皇 这样 你便可以 双理成章地 见过大舟的江山 聂处 你在胡言乱语 心什么呀 今日 任你说说花来 也是难逃一死 一定要养不熟的口 任心你自己的位置 再敢对顾不见 先斩了你 你死到临头 还敢嚣张 请王爷 为我做主啊 太子聂障又发作了 来人 在 给我将他拿下 是 我跟谁敢 我赵树 依然是太子 而今除了我 谁也没有资格 坐着皇位 动手 是 你们怎么赶得 勾一勾来 快来人 保护太子殿下 皇后娘娘驾到 快来人 保护太子殿下 皇后娘娘驾到 燕王 本宫还在 你是要谋反吗 果然皇贵妃请的 援兵终于到了 好险 差点小命不保 参见母后 她怎么来了 可算干上了 多可我为你筹谋 其母后过来为我保命 既然先皇已去 但本宫还在 这皇家之事 就不劳燕王操心了 嗯 谢公 在 传本宫一旨 国不可一日无据 太子即日登基 是 且慢 皇嫂 可是要犯了 妇人干尘的忌讳了 太子登基以后 我会一驾临心宫常驻 与佛为伴 但在那之前 本宫 还是能做得要处的 莫非 你连皇后的话都不听吗 赵太子 敢违抗皇后的命运 是想谋反吗 不敢不敢不敢 皇后威望财报不能求的 本王 告辞 今日皇室之事 谁敢外传 杀与射 是 陛下 父皇 父皇 是中毒而死的 事已至此 责怪无用 耗在 树尔恢复神志 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赵太极的野心 我提醒过你父皇多次 但他不以为意 终究酿成大祸 如今母后只能保你一时 待你登基之后 就全靠你自己了 是 其母后放心 皇爷 都怪太后那老太婆 要不是他 您都大计一成 无妨 咱们该怎么办 我在朝中布置这么多年 太子以为他这皇位能做得稳吗 不可能 明日上朝 我要逼他退位 皇上驾到 先皇已故 朕已登基 诸位 有时起奏吧 你登基 我李长荣第一个不服 我大州的江山 不能毁在一个废人手里 我推举燕王为新帝 放肆 太子继位 乃是天经地义 李长荣 你想造反吗 这李长荣也是赵文姬的口 来者不善啊 赵树吃傻多年 论治国 哪里比得上燕王 我只是为了我大州设计 考虑罢了 赵树 不是我看不起你 就连眼下赢钱缺乏之事 你都处理不了 有谈何治国 有道理 说得对呀 赵树 这治国之道 是博大精深 我劝你 还是乖乖让位给王爷吧 那你说说这银钱缺乏 到底是什么事 你不说 怎么知道朕解决不了 说了你也不懂 我大州造比斯 每年都制造大量官银 可目前 眼下市场上的银两 却还不够用 请问 这该如何处理啊 漂亮 小丑 这不就是通货膨胀 我堂堂穿越 这点小事还不是手道琴来 李长荣 真会解决此事 再治你的罪 他说什么 看来他真的有办法 还是有法子 我就不相信 你真能有什么办法 区区小事 又有何难 所谓银钱不够 无非就是 市面上流通的货币太多 商品太少 库部为了增收 一直制造银两 现银所占份额 越来越小 一来一去 银子自然就越来越不值钱 自然造多少官银都不管用 真的 怎么不傻了 若要解决 也很简单 简明腹 增伤顺 平发官银 一个月可见成将 原来如此 陛下乃是明军哪 差点误会陛下 现在 还有人说朕不懂治国吗 不要信他 他正在胡说八道 李尚书 你注意言行 李尚书 我劝你还是不要做赵太极的狗 李长荣 这金鸾殿上 可不全是赵太极的狗 你死到临头还敢放肆 来人 将李长荣压至大理寺 严查问罪 赵树 你敢杀我 王爷会为我做主的 赵树 你敢杀我 王爷 谁救不了我 赵树 你好大的威风 刚刚起位 便敢杀害国家重臣 你是想当暴君不成吗 赵太极 朕怎么做事 还用得着你来管 李尚书 执掌户部多年 为我大洲立下了汉马功劳 他不过是为我大洲考量考量 没想到落得如此下场 赵树 诗文日后 谁还敢为你消灭 阎王 言之有理 赵树此举 令人心寒啊 对阵不敬 已当如此 诸位大人 为赵树小命 没有好下场 今日本王做主 诸位可以随本王一同离开 我看他赵树 没了诸位相助 还能不能像现在一样猖狂 臣请辞 陛下 臣也请辞 陛下 燕王这是要架空你 赵太极 你以为让群臣罢功 就能让朕 乖乖把位置让给你吗 赵树 没了群臣 我看你这皇位 也很难坐稳 赵太极 带上你的稿 给朕 滚 你 朕的大招 哪里用得着你们这些废物 好 看你能笑到几时 海公公 给留下来的人赏银百两 喳 退朝 谢陛下龙恩 陛下 没有了群臣辅助 大洲各不停转 损失太大了 这可如何是好啊 不妨 天塌不了 把刚才跟赵太极走的人 都记下来 你再帮郑传一个人 让他来永长殿 见朕 海公公从小看着我长大 吃根之底 谢公对母后忠心耿耿 此事叫给他们 再合适不过了 陛下 谢公到了 回城 参见陛下 起来吧 谢陛下 真命你们组建秘位 直接对朕负责 监察百官 一旦发现谋逆的证据 杀无赦 臣子不听话 明朝锦衣卫那一套对付他们 最可守不过 只有我的间谍组织建立起来 我才能组建自己的班底 真正掌控大洲 陛下 可是要用内卫的人手 组建秘位 没错 内卫虽然人手不多 但勉强够用 行动一定要快 今晚我就要见到婚相 喳 遵旨 一夜之间 居然发生了这么多事 西雪 朕来看你了 你还来做什么 你我二人之间 已有了肌肤之亲 朕会为昨夜之事负责到底的 昨晚没来得及好好欣赏 这女人可真没啊 转大 你怎么负责 我可是你父皇的妃子 你要治礼法与不顾不成 礼法 关我一个穿越的人生事 这就让你看看 朕能不能负责 不行 兵部侍郎实礼 礼不上诸王长云 昨天都被蜜卫抄家灭口了 本来御术房请罪 很快就轮到我们了 希望陛下不要怪罪我们 一时冲动 海公公 两位大人不是要请辞回乡了吗 怎么又进宫来了 本官是来请罪的 麻烦海公公向陛下请示 本官昨日一时冲动 轻信了赵太极的谬言 还请陛下给我们一次机会 陛下果然有着帷幄 昨天这几人跟着燕王罢官 今天还不是乖乖义早就来请罪了 我去问问陛下 你们就在这儿候着 有劳海公公 陛下 那些大臣们果然都来了 他们就在门外候着 让他们等到天黑 谁要是敢先回去 就让蜜卫去他家做做客 下去吧 我还要补个交 喳 赵树他怎么敢 王爷 事已至此 大臣们都为了自保去请罪了 难不成真让那个赵树成了气候 那位已成密位 他身边的护卫定然严重不足 赵树这是自寻死路啊 吩咐下去 多派几个高手 今晚就将赵树 烧死 是 慢着 嗯 本王会提前召集群臣 在宫外等候 你得手之后燃放此花 到时本王带着群臣进宫 直接登机 好 王爷到时候多加派些人手 以防万无一失啊 可惜 本王的抚卫 不是吃素的 本王的安全不用担心 今夜就是赵树的死期 再往前走 就是巡逻区了 咱家知道一条小路直通御花园 咱们埋伏进去 好 曹公公 请问我们要在哪里埋伏 就在御书殿外 走 陛下 赎经不少大臣 已经陆续归身 隐奴才着剑 赵太极怕是要当缩头乌龟了 就算他当缩头乌龟 朕也能把他的头给砍下来 都死到临头了 还大言不惭 就凭你这个昏君 还想长了燕王的龟 燕王的头 你好大的胆子 你要干什么 护驾 有刺客 哪位在哪里 别叫了 这宫中有几名内卫 你们会不清楚吗 糟了 如今宫内人手严重不足 赵太已经看出了我的药汉 进入危险了 赵树啊赵树 你派那位出宫的时候 可曾想过会有今天 陛下 快回去 关上殿门不要出来 陛下若是死了 千神要岂能夺活 千神要与陛下同生共死 这女人 非要在这种时候办事吗 拿下 输手 你们怎能对陛下打不进 你这个阉人 却只胆大包天 你就是在找死 咂家找不着死还不好说 但是贵妃娘娘 今天咂家能让你愈先愈死 曹燕口 这杀了你 来人 当着赵树的面 好好享用她的女人 走开 不要碰我 曹燕口 这弄死你 怎么 这就受不了了 瘦啊 母后 你们好大的胆子 竟敢对太后不见 快放了我母后 好一对母子情深呢 可惜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了 诸位 赵树已被捉住 大家随我即可警告 本王 要做大洲的新皇帝 恭喜父皇 吴皇万岁万岁万岁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临身 随朕进攻 小树 别再锤子挣扎了 大洲马上就一主了 燕王已经进攻 马上就要登基了 好大的胆子 竟敢谋反 难道不怕被株连九族吗 你就是条燕狗 没有后代的燕狗 竟敢侮辱咱家 就杀了你 赵树 想死啊 马上就成全你 燕王说了 等你死后 他会好好照顾 贵妃娘娘和薛怡太后 嘿 不齿之徒 对了 燕王还说了 等他玩够了 再把贵妃娘娘和薛怡太后 送给大家 每天给他们准备十八位壮汉 让他们下半生 不得舒舒服服的 大家说 好不好啊 我杀了你 但我今晚就要命送你死吧 我甘心 我说死了 贵妃娘的太后 他们怎么办 去死吧 卑职救下来迟 陛下受惊了 谢公 怎么会是你 谢公 给朕全部拿下 遵旨 拿下 谢公 你明知道我们会来 你的心机也太深了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 微臣发现赵太极 召集同党 往宫门而来 猜测宫中 必然生病 却还是来迟了一步 微臣护驾不力 罪该万死 请陛下责罚 快起来 你做得很好 儿臣不孝 少女赎金了 树儿 本宫无法 陛下 臣妾没事了 你怎么那么傻 曹燕宫 你想怎么死 陛下 陛下 陛下饶命 陛下 放我一命 谢公 把他们全部绑起来 恭迎他们的燕王入宫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王爷 王爷救我 糟了 曹公他们失败了 赵太极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谋反 陛下 本王怎敢谋反呢 本王是看 有人想行刺于宁 特来救驾呀 臣妾特来救驾 可是这条烟狗 说你要谋反 是你派他来刺杀朕的 不 这奴才满口胡话 请陛下 三思 无耻 赵太极 我为你做那么多事 你却这么对我 陛下 此人已经得了失心疯 满口胡言 却不可轻信于他呀 好 那既然皇叔救驾有功 朕就给你表演个节目 谢公 将这些人就地斩杀 是 小心 赵太极 你不得好死 曹公我意思 近日再难培养 如此好用的帮手 情节算是太大了 这么晚晚的机会 却没能得失 本王不甘心啊 既然陛下无恙 本王就告辞了 臣告对 赵树安敢如此如我 其人太甚 赵树 你本王等着 陛下方才 为何不直接留下燕王 属下惭愧 那位被燕王牧养的私兵牵制 真凭起来 胜负未知 被指使真不敢让陛下冒这样的血 无妨 只要正活着 他永远抬不起头来 谢公 即日请 增加那位人手 今夜的事 朕不希望看到第二次 遵旨 谢玄 竟然对朕如此 之前伪装得很好吗 今日西域进贡了一批葡萄 趁叫人送来 给你尝尝 陛下不必了 倩身这里也有葡萄 陛下要尝一尝吗 好 那这 现场上爱妃的葡萄 父王 只怕这今日过后 就没有自杀的机会了 留得青山在 我怕没柴烧 对了 明日月氏族人就要进京 我让你准备的是 你准备的怎么样 父王放心 孩儿已经筹划好了一切 只要明日月氏公主一到 孩儿立刻就能将她弄到手 好 很好 月氏族兵强马壮 只要能与他们联姻 到时候借月氏的兵马 本王 就能颠覆大洲的精神 陛下 上次您说的那个炸药 奴才已经做好了 威力那是真大呀 很好 一定要注意保密 喳 陛下 刚刚传来密报 发现月氏公主进京了 燕王世子赵无忧 正在设宴接待 还举办了赛师业 月氏族 他们跑来进城干什么 回禀陛下 据秘位掌握的消息 月氏族人受到北辽进攻 节节败退 当下十分危急 奴才猜测 他们此行应是求援而来 有意思 真的附属国进京求援 朕不知道 反而是燕王世子来找 他们到底是来找谁求援的 陛下 奴才怀疑 燕王必然 又在谋划些什么 随身微服出宫 朕也去这赛师宴 操作热闹 郑主 你们几个干什么的 我家公子正在宴请贵客 闲杂人等不得入内 放肆 我家公子也是来参加赛师宴的 不是闲杂人士 滚过滚 不计辞 西公 送给你了 陈大你的狗眼看清楚 认得吗 你们是密位的人 不知死活的东西 带我们去最好的包街 小的这就去安排 世子殿下 这发兵救援之事 当真如此难办吗 当今圣上赵树是个十足的魂军 必然会见死不救 不过嘛 要是贤妹同意与我联姻 这事 倒也不难操作 联姻一成 月氏一族就彻底绑在了父王的船上 到时他们若要自保 便只有随父皇造反一条路了 这联姻之事 我还得再考虑考虑 那贤妹可要抓紧时间做决定啊 错过这个机会 这结果可就不一定了 我知道了 公主殿下 今天这赛十夜 大家可都等着您的师来压轴呢 小妹今日没有兴趣 还是由殿下先来吧 好 那我等席耳宫听啊 既然是贤妹要求 那本世子就银尸一手送给贤妹 好 好 好 今日 有家人 令我多陶醉 我愿为绿叶 趁得家人 美 美 美 好 好 好 世子殿下的诗 果然是绝妙啊 公主殿下 感动至极啊 哪里哪里 本世子呢 也是随性饮了一口罢了 这也配叫诗 看着如何 狠狠打着草包的脸 这燕王世子促中 没有半点陌生 久能犯戴之辈罢了 可贪我足命运 心于燕王之手 难道我真要与这种人联姻 这念的是什么破烂玩意儿 这种烂石写在纸上 用来出宫都先糟 谁在上面 大胆 竟敢污蔑世子殿下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是吧 本公子 不过是陈述事实罢了 你觉得我赢的是不行是吧 那你来一手啊 这诗词之道 不打精神 可不是谁都能有世子殿下这般公敌的 好啊 那本公子就做诗一首 献给公主殿下 北方有家人 绝世而独立 一笑亲人城 再笑亲人国 好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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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事好事 此人是谁 竟然能做出如此加剧 此人学识了得 想不到大周 竟有此当才子 你这诗肯定是哪抄袭的 行为师 你再来一首 对 他肯定是抄袭的 他 他牛逼的再来一首啊 别说是一首 就算是十首 百首 本公子也是信手拈来 老子熟读唐诗三百首 哪一首拿出来不掉的 本公子就再做诗一首 送给公主 银响一场 花响容 春风拂剑 鹿滑浓 若非群域 山头剑 会向摇台 月下逢 好事啊 银响一场 花响容 此人到底是谁 竟能做出这般千古绝句 还是送给我的 石纪元 你来 你来 你来给我对死他 狮子殿下 做诗算什么呀 有能耐 你跟我比对对子 你敢不敢呀 对对子 你们连跟本公子对诗都不配 狂妄啊 谁人不知我实际远是大舟对子王 那是无人能敌呀 你可给我听好了 我的上帘是 天做棋盘 心做子 谁人敢下 地做琵琶 鹿当弦 哪人能弹 望江楼 望江流 望江楼下 望江流 望江楼千古 望江流千古 音乐景 音乐影 音乐景周 音乐影 乐景万年 乐影万年 什么 还竟然对上了 此人学识了得 石巨远 你不是大舟对子王吗 给我对他 去啊 音锁池塘柳 深圳 铁板烧 深圳 铁板烧 什么 深圳铁板烧 他 他竟然对出来了 对战工程 符合五行 只是 不知这铁板烧是何物啊 铁板烧 当然是美食了 本公子还可以对 炮镇 海城楼 浸寒火树低 豪然景江低 茶主凿壁全 这到底是谁啊 这 这不算吧 再 再来一遍 细语 家禽 尊厚子 这好 这好 春毛野兽 石先生 什么 你敢骂我你 你 小体中气 李一连 牛耻 这是骂他无耻啊 一二三四 五六七 五八 这是骂石几 人是王八啊 这是骂什么 王八啊 别笑了 都不识笑 你 你 这个废物 侍卫在哪 快 随我上去 本狮子今天就要看看 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赶在本狮子的地盘上胡闹 各位一起上去 本狮子今天废了他 狮子殿下 师父不要伤害此人 滚开 一个联姻的货物 居然跟本世子讨价还价 我告诉你 等我收拾了此人 就在此处让你侍卿 赵无耀 你在这里宴请贵客 怎么能不邀请本公子呢 少数竟然出宫 好啊 我在这里伤了 神不知不觉 你真是找死 来人 把他拿下 谁敢动我家公子 赵无耀 你跟你爹还是差太远 如果你爹赵太极在这儿 根本就不敢踏进房门半步 跟我走 愣着干嘛追啊 这是什么 赤子殿下重伤 快去找大夫 真是太可惜了 没有站死赵无忧 赵无忧就算他不残废 恐怕也得躺很久了 真想看看赵无忧知道后的表情是什么样的 公子 你这次得罪了燕王世子 这京都怕是待不了了 你逃吧 拿着这块玉佩 逃到越十足 就安全了 这小妞都是挺善良的 就凭你这一句话 你的事 割管 小姑娘 你的心意我领了 不过 我们可不怕赵太极 玉佩我收下了 就当做我们的定情戏务好了 你居然敢调戏我 你到底是谁 我叫谢公 是大周朝 御前最红的人 援兵的事情 交给我了 谢公 赵树 本王不报此仇 使不为人 禀告王爷 北辽特使前来拜访 说希望和王爷合作 共同对抗赵树 来得好啊 本王 也该狠下心来 带他去出房 本王稍后就来 王爷 嗯 王爷 大辽即将对 越之义族发动左宫 在下希望王爷 能阻止大周出兵 本王 凭什么帮你们 我大辽天可寒 愿将他最宠爱的 掌上明珠 许配给贵世子殿下 以表诚意 雪林参见王爷 若是王爷肯出手 王爷 就是大辽永远的朋友 哈哈哈哈 果然够诚意 本王 答应你们 不过 若要阻止大周出兵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 杀了赵树 这如何能办呢 这样 你们进宫 找一个 叫刘秀的人 到时他会给你们毒药 到时 你们假意面胜 趁机下毒 陛下天还没亮就微服出宫 奴才担心陛下的安全呢 朕都不怕 你怕什么 对了 待会见到月容 记得要叫我 公子 是公子 他是谁 公主 不知道这个刘秀长什么样子 毒杀皇帝时光重大 谨慎一些为好 虽然燕王他不曾交代 不过 这深更半夜的 谁会来闲逛 等着便是了 想杀我 坐在前面 这又再送你一份大礼 二位是在等人吗 二位大人是 本官刘秀 这位是李公公 我们都是王爷的心腹 不知你们是 本公主是耶律雪灵 这位是耶律德 见过二位大人 请刘大人把毒药交给我 毒药在宫里 还请雪灵殿下 随本官去去 你可以回去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下毒这种事情 当然是女人来比较方便 你说是不是 李公公 是 你在这等着吧 等一下我们就把他送出去 刘大人说的有道理 你先在这等着吧 那我们赶紧走吧 听刘大人安排 刘大人 不知毒药在何处 毒药 不就在 吃什么 跟什么 你还真以为王爷想跟你合作 我们王爷平时最讨厌你们这些北辽蛮子 骗你进宫 不过是看你姿色不错 用来奖励奖励 我这个属下罢了 放开 放开我 公主 您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 哎呀 你们北辽的女人 可真是一流啊 回去替刘大人谢谢王爷 就说他送来的礼物 大人很喜欢 你们对公主殿下做了什么 你动本官试试 得罪了王爷 小心你们出不了精神 今夜之事 赵台积一定会付出代价的 你也一样 陛下 您这一手可真高啊 赵台积在宫中居然还有神 去让谢宫查一下 刘秀是谁 真要把这些隐患 全部清除 这 刘秀说并非有人与他联络 这北辽蛮子 果然靠不住 王爷 不好了 不知为何 北辽公主带着整个使团 打上门来了 命抚慰 活着北辽公主 其余一个不留 父王 一定要为孩儿报仇 联系刘秀 让他杀了赵处身边 最亲近的人 替我儿报仇 是 快去 多谢父王 陛下 刘秀的底细已经查清楚了 他的确是燕王的人 是外殿的一名公公 这是他全部信息 入宫前欲有一子 有意思 陛下 要不要 现在就抓 先不要打扫金蛇 秘密卫严密监控比好 赵太极的暗线 不可能只有他一个人 朕得要看看 这次还能抓到多少鱼 陛下 卑职惭愧 那刘秀 甩开秘密卫的监控 逃了 能在密卫的眼皮子底下逃走 这个刘秀有点本事 他会去哪里呢 小兰 帮本宫端一下 本宫去换身衣服 待会儿陪本宫 把汤给陛下送去 怎么这么不小心 你什么人 奴才见过贵妃娘娘 我是什么人 娘娘难道不知道吗 你是赵太极的人 赵树伤了世子殿下 处了王爷的逆 今天我就要替王爷 杀了赵树心爱的女人 你这个畜生 陛下不会放过你 娘娘真的是想多了 等一下奴才就要出宫了 想杀我 你找得到我 真看是你才想多了吧 别说出宫 就是这御书店 今天也出不去 大胆刘秀 还不快快束手就行 赵树 你真以为我刘某人怕死 我告诉你 你尽管动手试试 我倒要看看 今天是我先死 还是你的女人先死 刘秀 你就是太急躁 看看 这是什么 爹 爹 我都害怕 快快 乐乐 赵树 你居然绑架我的儿女 好狠的手段 陛下不要过来 危险 现在 还要看看谁会先死呢 你不要过来 不然 我立刻杀了他 刘秀 朕给你个机会 做朕的暗线 朕向你保证 你的孩子 会平安成长 死生无忧 你要是敢乱来 朕不光杀了你的孩子 还要灭你刘家九族 让你刘家绝后 爹 救我 我和孩子 陛下 奴才错了 奴才愿意领死 但是欢欢和乐乐 还只是孩子 求陛下放过他们吧 真说话算数 奴才愿意为陛下笑死 刘秀 记住 只有朕活着 你的孩子才能活着 陛下 刘秀给的暗线名单 可信吗 放心吧 对刘秀来说 没什么比他的孩子更重要 他不敢耍花样 陛下圣明 即刻放出消息 秦贵妃受到刺客重创 生死未卜 刺客逃走 并全臣戒严 等消息发出去之后 再让刘秀回去 遮 秦贵妃 真人用刺客 你不会怪朕吧 这一切 都是赵太极的错 臣妻只恨 赵太极一个人 秦贵 真是叫朕好心疼啊 陛下 要是能多疼爱臣妻一些就好了 那朕 今天就 好好补偿一下你啊 王爷 世子殿下 情况就是这样 嗯 看来这极兮血是凶脱极少了 父王可真是替孩儿出了一口恶气 嘿 你昨夜 没能留下叶绿血灵 你现在 立刻去抓人 把他杀了 再嫁祸给赵叔 北辽公主 死在我大州 北辽皇帝 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到时候 你绝对不放过赵叔 这个使团为了掩护 全部牺牲 赵太极 我一定要你付出代价 那女儿就在里面 抓她 人呢 殿下 应该从中国跑到 这么高的位置跳下去 非残疾伤 她跑不远 赶紧给我追 地上有姐姐 她逃不了 赶紧追 我当当大辽公主 等到今日 真的要死在这里 我不甘心 怎么是你 赶紧上来 刘兄 你是来帮燕王抓我的 我跟你拼了 我不是来抓你的 我是来救你的 他到底是何人 追兵马上就要到了 你再不上来 可就真来不及了 赶紧追 人呢 世子殿下 我们追到这里 血迹突然就消失了 我们追丢了 连个女人都抓不住 我要你们干嘛 世子殿下 这女人受到点轻伤 这种情况下能逃脱 一定是有人帮她 你觉得你能想到的本世子 我能想不到吗 殿下英明 起来吧 谢殿下 本世子回去问问父王 接下来该怎么做 抽点错就只会灌到我们头上 真是个糟糕 没了燕王什么都不是 我呸 留下刘舍的命 果然是对的 说明了他给了通风报警 给辽公主死在京城 今日说不定 真要去个大会 你 为什么要救我 救你还需要理由吗 像你这样娇滴滴的小美人 刘某 怎么会舍得你死呢 少骗我 你根本不是刘舍 说 你到底是谁 那你猜猜看 猜对了 这你就告诉我 朕 你是赵树 骗我骗得好惨 放开我 好啊 你既然不愿意在这 那你就下去 不知道你落在那些人手里 会是什么下场 你 怎么还有你这么卑鄙无耻的皇帝 你 你干什么 别动 你浑身上下 朕哪里没见过 他怎么突然间变这么温柔了 难不成 想去借我的身份 向父皇求和 赵树 等我回了草原 我会向父皇求情 跟他说 不攻打你们大洲的 你还是担心担心你父皇吧 朕怎么会怕你们区区北辽 陛下 到宫里了 父皇 这都是首相人办事不力 不能怪孩儿啊 好了 事宜至此 也无需追究是谁的责任 虽然赵树 救走了北辽公主 但何尝 不是给了我们一个大好的机会啊 父皇 您的意思是 为父 已经重惊收买了 越氏使团 正在对李月荣施压 那李月荣 还不知道赵树的身份 你去做一件事 假扮成赵树 我要让赵树尝尝 被背叛的滋味 高 实在是高 原来那北辽公主 早已进京 昨日 阎王世子去截杀 却被那谢公救走 现在都办 已经进宫了 我看那赵树和北辽 早已结盟了 你们不要被表象迷了双眼 我相信谢大哥 三妹啊 恐怕你谢大哥 早已抛弃你了 世子殿下 您来了 赵无忧 你少来谣言惑众 谣言惑众 那皇帝已经被 北辽公主迷惑 而谢公 作为赵树的一条狗 他敢为你们出头吗 谢公怎么能和 地位崇高的 世子殿下您相比 还望 世子殿下指点迷惊 救救我们 越氏一族吧 只有我父王掌权 你们越氏一族才能活 你们速回越氏 请你们国主分兵进京 废赵树 拥燕王 不可 你们都疯了吗 燕王绝对不会真心帮我们的 我要去找谢大哥 问个明白 公主 为了越氏 公主殿下 你还是 不要乱跑 好啊 原来你们早就串通一气了 难道就不怕我回去 禀告父王 我们这也是为了越氏着想 皇上会理解 好 你们先准备一下 半个时辰之后 帮世子送你们回去 是 世子殿下 启禀陛下 刚收到一封信 是凤鸣楼的密探送来的 这个赵无忧 居然敢背着朕 偷偷送走李月柔 海公公 你立刻带上密尉 把人给我追回来 真到我层中 父王肯定会投靠燕王 真不知道再见面 该怎么面对谢大哥 诸位 这是要去哪啊 海公公 你怎么在这 那有什么区别 只要有乱党的地方 就有密尉 带走 是 慢着 我看你们谁敢 就你话多 带走 走 走 海大哥 你怎么来了 谢大哥呢 谢大哥他好得很 就是他让我来接你的 接我 去哪里啊 到了就知道了 海大哥 我们来金兰殿干什么 皇上驾到 参见陛下 银山 谢陛下 谢大哥 谢大哥 他是皇上 朕决定调遣云州军 池元月氏一族 对抗北辽 谁赞成 谁反对 陛下英明 公主 圣上就是你说的谢功 你怎么不早说呀 还不是怪你 贪图燕王雪的财产 公主 此事与我无关 待会儿你可一定要为我说情啊 你们都是一丘之和 本公主绝不会为你们求情的 既然众位爱情都没有意见 那就这么定了 月容妹妹 你过来 谢大哥 陛下 公主殿下可千万别见外 陛下听说你受了欺负 还要给你撑腰 月氏族人 你们可知罪 陛下 陛下 我们是受了燕王世子赵无忧的苦惑 财犯下的大错啊 陛下 少在这些口喷人 本世子何曾说过 好了 别争了 来人呢 把他们都押入大理寺 让大理寺严加审问 是 证书 陛下 你不能杀我 陛下 我可是你堂弟 陛下 证书 谢谢陛下 为月容做主 月容真是太笨了 早刚想到大哥的身份的 陛下要不隐瞒身份 怎么会有今天这份真挚的感情 月容妹妹 退校之后 我们慢慢说 嗯 王爷 徐大人到了 你下去吧 是 大理寺卿 徐尚文 拜见王爷 本王 就长话短说吧 我儿无忧到你那里 赵叔 必然会下杀手 行刑之前 找个替罪羊 把无忧 救出来 王爷放心 属下一定尽力去办 请立 如果是我儿少了一根头发 你知道后果 是 属下定当竭尽全力 为世子殿下赴汤蹈火 得赶紧将此事报告给陛下 皇上驾到 原来这位 就是把我大哥 你的神魂颠倒的那位北辽公主呀 果真是我见油帘 大家都好眼光 你相说什么 赵叔 这是谁 这是朕 最近收的一位妹妹 月氏族公主 李月荣 幸会幸会 月氏 赵叔 你占了我这么多便宜 竟然还要帮月氏 赵叔 你占了我这么多便宜 竟然还要帮月氏 月氏是我大洲附属国 以辽国进宫月氏 本身就是与朕为敌 朕占你便宜 怎么了 你 我看 雪凌姐姐是对大哥动心了 在吃醋呢 你胡说 我怎么可能喜欢她 既然你不喜欢朕 你就去外面给朕守着 朕和月柔 还有事要说 那是本宫的规法 大哥 大哥 雪凌姐姐只是口是心非 她喜欢你 比起她 朕更想知道 你喜欢不喜欢朕 我喜欢大哥 月容真好看 大哥 我们在雪凌姐姐的房里 这样不好 就是要在北辽公主的房里才好 朕要为月容 出口气 大哥 陛下 刘秀传来密信 燕王与大理寺卿徐尚文 谋划想用替罪羊 将赵无忧从牢中换出来 这是活得不耐烦了 你叫谢公 随朕去一趟徐府 陛下 奴才不去吗 有容待会儿便要返回月室 你留下 一陣给她说句话 遮 徐大人 我们何须都不成 凡人行刑之前 头上都是套着旁袋的 在那之前 换掉她几个 徐尚文 你是要换掉谁啊 陛下 臣正在讨论家事 你说的家事 不会是燕王家事吧 陛下 陛下冤枉了 陛下冤枉了 冤枉了 你这拿去 是 陛下饶命啊 陛下饶命啊 不知死活的东西 将这二人抄家 家眷发配成军 遵旨 父王 父王 你不是安排了大理寺绍兴 换我出去吗 你 你怎么亲自来了 儿啊 徐尚文 不过是为父的调虎丽山之计罢了 为父当然要亲自救你才放心呢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我们回去再说 是 父王 刘秀 果然是你 本王在面前徐少卿之时 故意露出破绽 试探你 没想到 你果然背叛了本王 王爷 小人对王爷忠心耿耿 只有我儿心啊 刘秀 那本王问你 你儿女去哪里了 我又什么时候发现他 世子殿下入狱之后 王爷便令我调查你的体系 才发现你的儿女在你出宫之前便失踪了 定然是被那诏书给截止了 王爷果然敬你 刘某认才了 还请王爷给刘某一个痛快 原来一切都是你在丛中捣鬼 你这个吃力爬外的东西 本世子杀了你 不用 这样杀了他太痛快了 我要拿他去做局 给赵叔 一份大礼 父王英明 孙安 你去将本王最心腹的几位大人喊来 本王这次要支开谢公和秘魏 断了赵叔的后路 陛下 刘秀传来秘姓说 护顾几位官员密谋造反 让谢公带人走一趟 这点想吃 不用告诉他 这 他还说 赵太极有大动作 他想在西部如新园 见陛下一面 当面告诉陛下 有什么事情 不能再信你说 他说事关重大 秘姓容易泄露 不敢冒险 神神秘秘 变马 跟朕走一趟 各位大人 今日之后 这大州的江山财富 将归于我们的囊中之物了 王爷 你确定 今日赵叔 必死无疑 赵叔和海燕人 孤身附会 谢公和内威 已被本王用计支开 我看 谁还来救他 不过 上次的事情 不会再发生 王爷英明 王爷英明 还叫王爷 今日之后 我们可就要改称呼了 陛下 本王登基之后 这大州江山 加上本王 和各位诸侯 共分 走 随本王出城 一起去看看 赵叔在绝望中死去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能让刘秀如此紧张 说不定今天 能抓到燕王的死穴 陛下你看 是抱抱吧 走 中心 陛下 快走 走 往哪儿走 走 往哪儿走 本世子终于等到今天了 这还得多亏刘秀 你说 我该怎么奖赏他呢 朕都已经来了 放了他 放了他 我当然会放了他 这样 你们君臣二人 才能好好去救 陛下 我王和乐乐 也交给陛下了 奴才 对不起陛下 赵无忧 真该死 该死的人是你 来人 不拿下 屁下小心 朕今天就要死在这里了 张海公公走 朕留下 陛下 奴才不走 今日之火 都是因为朕的名门失误 回根承担 你谁也走不了 逆长 咱家就算死 也要拉你们陪葬 不惜退 你们今天死在这儿的 赏黄金白两 你这草包出手还真是大方 你月容 大哥 你交代的事情 我做到了 月容妹妹 朕一定要好好奖励你 这些都是妹妹应该做的 不可能 月氏族的兵马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你们能见月氏族的兵马 陛下就不可以了吗 月容离京之前 朕给了她一个任务 就是让她带兵进京 肃心怀疑 没想到阴差阳错 居然救了朕 草包世子 你不是介于我月氏兵马 很久了吗 现在见到了 月氏将士听令 请下此人 是 公主 不 赵叔 别伤我 赵叔 凶伤我 爹 爹 爹救我啊 快 救我 你今天带群臣来死 也是来救驾的吗 赵叔 你只要放了我孩子 我什么条件都答应你 你已经没有资格 谈你头见了 我儿 我儿啊 快 保护我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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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下他们 是 我儿子饶命啊 陛下 这赵太极一跑 几位大臣吓得腿都软了 赵太极大势已去 是时候把这些逆党清算了 陛下 真的错了 是陛下开恩的 你们还有脸求饶 大家没记错的话 上次赵太极进宫 也有你们几个吧 陛下 朕也是被燕王所避啊 朕对陛下绝无二心啊 大哥 不能相信他们 朕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了 你们不珍惜 还以为朕真的不敢杀你们吗 请陛下开恩啊 朕再也不敢了 朕的宽容只有一次 来人呐 把他们压下去 严加审问 陛下开恩 陛下开恩啊 陛下 陛下开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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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再有赵太极的事 王爷 终于醒了 我的儿啊 这是哪儿呢 现在远离京城 我们暂时安全了 还有其他人呢 王爷 越是族的人一直死追不放 为了甩掉他们 兄弟们接连牺牲 就是我们几个人了 赵树 本王迟早要烧了你 王爷 现在远离京城 我们该怎么办 却找齐王 任何人都不知道 齐王与本王的关系 现在 现在 是时候让七王出马了 赵树 朕以为你赢了吗 本王一天在 我就让你打招 不得安宁 混账 那赵树 竟敢杀我爱侄 欺我包地 太急 文兄这就起兵进京 杀了赵树 此事没有那么简单 镇边大将军王远邦 就在越式地界 哈距离京城 离我们更紧 如果贸然出兵 只会出力不讨好 那该如何是好啊 王兄 你可有兴趣 到沁云寺 祭祖大典 走一走啊 太急 你有什么安排 我已经给我的心腹 留下了出城的后路 他们 会埋伏进沁云寺中 只要王兄 能够获取太后信任 获得大典的部署权 到时候我让他赵树 必死无疑 还记放心 都交在维兄身上 末将罪堪万死 请陛下责罚 起来吧 施贞自己疏忽 怪你 谢陛下 赵太吉的宅子 抄得怎么样了 启禀陛下 此次查抄财物颇多 折算银两 一百七十万两 大部分私兵都已被捉拿 但人有一小部分 不知所踪 跑得还挺快 不过就这么几个臭鱼烂虾 成不了气候 将财产冲入国库 另外加强防卫 一旦发现燕王的余党 即可捉拿 是 陛下 燕王的私兵交代 燕王妃和燕王府管事孙安 约在西尘门茶楼会合 怕是要逃出城啊 好 交代得好 去请贵妃随朕出宫 是时候算一下旧账 时辰已经过了 孙管事怎么还不来 他不会回来了 什么人 婶婶不记得朕了吗 朕对婶婶当初的手段 是记在我心里 赵树 你说孙安不会来了 是什么意思 没有婶婶在这吸引蜜味的注意 孙安 他怎么出得了皇城呢 这不可能 他不会出卖我的 有什么不可能的 给朕拿下 吃 赵树 你一定要赶紧杀绝嘛 住口 你当初用那种下三滥的手段 谋害陛下于本宫之事 可曾想过手下留情啊 妹妹 无论如何 你和陛下能在一起 就结算半个没人不是 请你高抬贵手 饶了我吧 这话倒是没错 朕 最不爱欠人的情 朕 还真的要谢婶婶 给朕说的没呢 陛下 不可 你 你愿意放了我 你误会了 你既然给朕说了没 朕 也为婶婶你做个没 什么意思 海公公 给我们燕王妃 在天牢犯人里面好好找一个办 每隔一个时辰 没要伺候 喳 赵叔 你如此狠毒 必不得好死 陛下必能偿命百岁 你还是多担心 担心你自己吧 陛下 是否要让蜜卫 回其他三个城门 捉拿孙安 估计已经来不及了 黄飞娘娘 对不住 都是王爷的吩咐 小的若不出卖你 大家伙根本无从脱身 孙管师 贫僧也胡僧 王爷派我来接应你 王爷的意思是 祭祖大典临近 请孙管家带人随老衲 大回庆云寺 折服起来 静待时机 好 孙安愿为王爷 做一条藏在暗处的毒蛇 有此那该死的诏数 大哥 刚刚岳氏将军返回京中禀告 没能留住赵太极 无妨 他现在就是一条丧家之犬 成不了气候了 陛下 不好了 不好了 晃晃晃晃晃 成何剔头 慢慢说 启王进宫 与谢宫发生了冲突 他 他们还在对峙呢 赵太苏 他进京做什么 大哥 你不记得了 后天是祭祖大典 启王 应该是来参加大典的 刚进京就闹事 他哪里是来祭祖 我看他是来当祖宗的 朕今天就要教教赵太宗 怎么做藩王 王爷若想进宫 还是先向陛下请示吧 一个小小的那位赶拦本王 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齐王竟敢在宫内 威胁朕的亲卫 真是好大的威风 赵树 你的内卫以下犯上 阻拦本王 进宫拜见太后 应该受到惩处 那又怎样 就算是朕 拜见母后 那也得提前请示 赵太宗 你目无王法 擅闯后宫 莫非你以为自己戍边有功 就可以不守规矩了吗 你 谢公 在 将其王打十个板子 让他找找记性 遵旨 赵树你敢 上 哪怕你是皇上 也不能如此遮辱本王 不好意思 朕就是可以为所欲为 动手 赵太宗 你给朕记住 做藩王 就给我乖一点 否则朕有的是办法收拾你 皇爷 你没事吧 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谁敢对您动手 除了赵树 还能有谁 本王 本想进宫向太后 骗取大典的部署权 可是宫门都没进去 便横躁羞辱 赵树如此狂妄 必会付出代价 可是 如此一来 此次大典 只怕动不了手了 放心吧 太极 还给了本王第二套计划 一样可以杀了赵树 大哥 太好了 待到姬祖大典之后 一切便能见分享 奉天成运 皇帝赵约 赵氏四孙帝树 前辈相储财博 三生素果 不典凡仪 祭守而祭 至告宗祖神旗 表后世之前进 倾此 请陛下 为先祖敬香 店内所有的香都已经被换成了迷香 没有解药 谁也抗不住 怎么回事 我头好晕啊 赵树 你的死期到了 赵树 你的死期到了 兄弟们 为世子殿下报仇的时候到了 拿下赵树交给王爷 是 走 哪个王爷啊 你说的王爷 是哪个王爷 赵树 赵树 你不是在里面种了迷香 这怎么可能 你还真以为能算计到陛下 陛下早就料到 在祭祖大典上会出现变故 所以将计就计 把你引上去 里面的那个 不过是假身罢了 替身 怪不得里面的宦官不是海公公你 真是可笑 我早该想到的 回答朕的问题 你说的王爷 是燕王 还是齐王 赵树 休想从我这儿得到任何情报 他要尽敬 赵树 我在下面等你 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了 赵树好深的心情 居然早有防备 幸亏自我中心不夺 否则本王就在了 把这些人 带回去好好询问 遵旨 嗯 本王带我看看 你们耍什么花样 陛下 经过排查 已经全都晕了 真的都晕了吗 真的都晕了 给他两耳光 看他是不是装的 喳 赵树 欺人太善 忍住 一定要忍住 被发现就全完了 陛下 真的没反应 哎 你力气太小了 谢公 是 你去 嗯 陛下 还是没反应 这都没想 看来是真的晕了 希望齐王醒来 可不要怪朕呢 齐王怎么会怪陛下 今日是陛下救了他一命 齐王醒来 还要感谢陛下 有道理 若是他醒来 不来谢陛 朕 一定不会饶了他 行了 起驾 回宫 喳 有几个人在门口守着 等他们醒了 都带回京城 喳 赵兄 死臭不报 本王恤不为人 齐王竟然是装睡 这次的事 和他脱不了干系 现在还不是时候 若他死在京中 引起幽州兵马的反弹 便会给北辽机会 得不偿失 陛下 赵太极 很有可能就在幽州啊 加速火炮的研制 另外 传令王远邦 让他尽快打一场胜仗 逼退北辽 等正弹出手来 便立刻前去灭了赵太极 喳 自然 也死了 本王 居然成了孤家寡人 赵叔 本王 一定弄死你 王爷 有人想见你 他自称北辽国师 让他进来 是 大辽萧路 见过燕王 不知到此 有何会干 奴家想与王爷谈一桩买卖 愿闻其详 大周皇帝赵树身边 有我北辽的案子 奴家愿意帮助王爷 杀了赵树 登上皇位 作为交换 王爷登基之后 只需向我大辽 割让幽云十六周 好 只要能帮本王杀了赵树 本王什么条件都答应 王爷好生痛快 奴家这便动身进京 陛下 方才月容公主 请辞回族中去了 那东西交给她了吗 已经交给月容公主了 陛下 那东西真有您说的那么神奇 以后 你就知道了 陛下 齐王备了厚礼 要答谢陛下的救命之恩 赵太速吃了这么大的哑巴 虽然也能咽得下去 随着去看看 齐王准备的厚礼 到底有多厚 遮 哎呀 哎呀 黄叔 你这脸 是怎么了 是谁 如此大胆 竟敢在京城 殴打我大洲藩王 黄叔 你告诉朕 朕一定帮你出头 多谢陛下关心 是本王睡觉 没太小心 掉下床 摔的 那 那黄叔 不是朕说你 这不该做的梦啊 还是少做为好 不然 这多危险啊 你说是不是 陛下说 陛下说的是 黄叔给朕 带了什么大礼啊 这是本王为陛下准备的千两白银 感谢陛下的救命之恩 就这么点钱 就想打发朕 还是说黄叔的命 就值这点钱 陛下觉得 本王的命值多少银子 当然是黄金万两 才配得上 黄叔的身份 不要得寸进尺 真当本王好欺负 看对陛下不敬 齐王 可是缠板子了吗 来人 是 齐人太甚 比极了本王 大不了 鱼死网破 哦 鱼死网破 黄叔 你大可以调兵 进京试一试 朕拼着月师尸首 也会将云州军调回京 你说到时候 是你先死 还是朕先死 你 你 万两黄金 本王告辞 陛下 齐王的箱子 好像忘带了 哎 黄叔哪里是忘了 黄叔分明是 知道朕缺军费 故意给朕留的 黄叔对我大招 真是大大的忠心呀 嗯 嗯 嗯 陛下 齐王万一反应过来 发现您在火他 会不会出事啊 赵太苏要是有这个魄力 他刚才就不会服软了 嗯 再说 现在银子在我们手里 就算他反应过来 也只能给朕憋着 陛下英明 隐藏多年的案子 也该发挥作用 赵 任你绝顶聪明 你绝对猜不出 我大辽的案子 究竟是谁 哼 启禀娘娘 方才宫外有人 送给娘娘一封信 拿了吧 本宫出去一趟 今晚的事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是 魏妃娘娘为何如此恐惧 那封信里 到底写了什么 西雪 真来看你了 贵妃呢 陛下 奴婢不知 这宫里如此紧张 西雪恐怕是出事了 不知 你可知道 在宫里撒谎 是什么下场吗 陛下饶命 站起来 抬起头来 如果贵妃 真遇到了什么事情 你想想 除了朕 还有谁能帮她 赶紧告诉朕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朕保证 你不会有事 贵妃应该还没走远 西功 你追上去暗中查探 朕倒是要看 是谁敢在朕的眼皮底下捣拐 有什么事 说吧 贵妃娘娘好大的威风啊 莫不是真以为自己是汉人呢 要是那赵树知道娘娘的真实身份后 娘娘还有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底气 你想干什么 很简单 完成使命 杀了赵树 本宫的任务是刺杀老皇帝 而不是当今陛下 本来那老皇帝一死 你的任务也算是完成 可要怪就灌那该死的赵树 不但易正好了 还斗倒了燕王 如此下去 我大辽 何时才能统一大洲 所以 赵树 必须死 不 不行 耶律雪西 你可是我大辽专门来刺杀大洲皇帝的 为了能让你当上贵妃 大辽牺牲了多少此事 你说不干就不干 别忘了 你的母亲还在贺秋 我求你 不要杀她 我只给你三天时间 三天后 赵树若是没死 你和你母亲都要死 陛下 不得不防啊 贵妃对朕 若是有杀心 朕早就死了 你可知道 这贺秋是什么地方 回陛下 据臣所知 北辽并没有这样的地名 贺秋 应该只是一个代称吧 有一个人 肯定知道 你来做什么 贺秋在哪儿 你怎么知道这个名字 我知道了 看来贵妃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心爱的贵妃 竟然是敌国居心叵测的刺客 赵树 你不介意 用不着你操心 谁对朕好 朕就对谁好 别说西雪 是一个身不由己的北辽刺客 就算她是霍乱苍生的魔女 朕 也一样护着她 告诉朕 贺秋在哪儿 凶什么凶 本宫也是辽人 怎么不见你这么护着本宫 你想知道吗 我就不告诉你 本宫誓死不会背叛大梁 待会儿 你可别后悔 你要干什么 早点告诉朕 你就不用说这些屈辱了吗 赵树 你就会欺负我 只有三天的时间 就算告诉她 她也来不及救人 等宫 这可不算背叛大梁 今天是最后一天 看来不能指望她 本国师便进宫 替她动手 毒杀诏树 难得西雪 做了一桌子好菜 这几天 朕有口福了 陛下不知道 贵妃娘娘为了这桌饭菜 可是足足忙了一个时辰呢 哦 是吗 那朕 今天可要好好尝尝 陛下 不能吃 这菜里面有毒 还要害你 你敢出卖我 杀哥 蛊惑娘娘刺杀陛下 你好大的胆子 当真以为她是你大舟的人 赵树 她可是我大辽 专门刺杀你的刺客 那又怎样 无论如何 西雪 都是朕的贵妃 你 陛下 耶吕雪西 你为了这个男人 当真连你圣母的姓名都不要了吗 如果你非要逼我 我陪我的母妈一起死便死 西雪 不要乱来 你看 那是谁 母妈 这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 海公公 母才在 北辽国师进攻行刺 罪无可恕 将她拉出去 凌迟处死 将尸体 势中三日 这 不 不 你们不能杀我 问一下陛下 这电报机可太强了 若非亲眼所见 奴才还真不敢相信 天底下 有如此神广 大惊小怪 妹妹 谢谢你 你 姐姐 你这是折煞妹妹了 要谢 就谢陛下吧 要不是陛下的电报机传讯 娘娘恐怕凶多吉少了 你们两个 还跟朕客气是吗 大哥 月容 舟车 劳顿 你说 该怎么奖励月容 这里人这么多 说这个干嘛 这次 多亏了月容 朕 用什么姿势 奖励你 大哥 你讨厌 妾身可以加入吗 细血 喂 贵妃姐姐 可不能安将仇报 大哥今天是我的 妹妹误会了 妾身今日 是专门来伺候你的 伺候我 不行 有什么不行的 贵妃能伺候你 你就知足吧你 快躺好 都来欺负我 无耻 混蛋 赵树幽静我心爱的雪灵 如今杀我大刘国师 真是欺人太甚 等公家入职 我就杀了赵树 月事如今 有云州军委员 哪有这么好的 你越攻了这么久 占到什么便宜了吗 你行你上 站着说话不休的 何必内侯 本王 倒是有一计 可破云州军 驻于越 攻下越士 不过 世辰之后 我要云州军 所有剩下的兵马 王爷有个高见 幽州边境 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瘟疫 若是能引到云州军中 云州军的战力 比较大大的下降 到时 其往 帅幽州兵马 从后方夹攻 便能 一举夺那城池 月容又回越士了 月容公主一大早就出去了 老奴看她慌慌张张的 现人就 甚是奇怪 看来昨夜的事 对着丫头的刺激还是太大了 不过没关系 一回生两回熟嘛 慢慢就好了 放心 她没事 不过 她总是这么来回跑 也不是个事 对了 前方战况如何 一早月市发来电报 说北辽大军异常的后退百里 老奴猜想 是不是那 耶律休哥 见九功不下 要退兵了 事出反常必有要 估计没那么简单 陛下 月市前线出事 云州大军内部突然爆发瘟疫 军心大乱 情况紧急 瘟疫 怪不得辽军要退兵 这是要跟老子打生化战 到底是谁想出这个阴招 云州军绝不容有事 准备一下 随朕亲赴月事 王远邦驾 刚才向本王传讯 想让本王打开城门 调云州军入城整顿 诸位 怎么看 父皇 不能开门 此时 云州军中 瘟疫弥漫 若此时开门 并将会将瘟疫引入城中 不如 让他们到别处去 父王不可 这瘟疫 必然是阴谋 此时情况 远比表面更危险 我们如果不帮助云州军 一定会出大事 这 能出什么大事 此时北辽已经退军了 咱们没必要担这么大的风险 不如将云州军赶回云州 让那大洲皇帝自己偷疼去 月容啊 你哥说的也不是没道理 父王 你怎么能这样 我要去传讯大哥 换成是大哥 绝不会看不出这几中的阴谋 父王真是活了团了 我看你们是活得不耐烦了 大哥 什么人敢在我月室王宫中放肆 大胆 尽敢对陛下不敬 陛下 给朕拿下 是 求朕出兵志愿的时候 你怎么不闲着闲那的 现在云州军有麻烦了 想过河拆桥 若不是因为月容 朕现在就会退兵 再不管你月室死活 大哥 对不起 没事好妹妹 你快让他们把我松开 闭嘴 谁跟你说话了 不知大周天子圣家之词 本王失礼了 还望陛下对权子 手下留情啊 国主 好像你也不赞成开门吧 不 皇上 前线有变 辽军又押上来了 现在距离云州军 已不足四十里了 什么 怎么会这样 下去 本王错了 这就下令开门 给朕下去 打开城门 让云州军进城休整 本王 遵旨 陛下 疫情危险 你要保证龙体啊 少来这套 军中情况怎么样 真要听实话 军中将士 已有三成士气战力 剩下的将士 也在逐渐病重 群心涣散 若是迟迟不开城门 这个时候 若强行对阵 我听 闭牌 情况居然造成这样 陛下 陛下 奴才刚记起来 前几日 幽州之府 曾经上报 幽州出现瘟疫 此事 怕是和赵太极 脱不了干线 赵太极 好一个理应外合了 如果我没猜错 齐王的兵马 已经断了我们的退路 陛下 辽军已经进入陈北二十里了 陈南也发现了一支兵马 疑似 幽州振军 王永帅 你先去安抚一下将士 这随后就来 太极此际 果然绝妙 一人能敌百万兵啊 云州军已经没有的一战之力 缩入陈中了 待我们两面夹击 他们只有此够一角 好 待本王消化了云州军 就直接进京逼宫 道述 如今没有了任何手段 于悦 你先回去吧 半个时辰之后 直接发动总攻 陈参见陛下 起来吧 陛下 这几位乃是军中病情最重的 陛下 不可离得太近 小心龙体啊 不妨 这瘟疫的症状 可否是发热 乏力 头痛 流鼻涕之类的 陛下真的神人眼 您怎么知道 难不成您学过医术 这不就是瘤感吗 多醒啊 放心吧 这瘟疫 真能治 陛下 您是说 您有办法 大惊小怪 没见识 陛下会得多着呢 这算什么 打笔墨来 安镇的药方 给将士们服用 很快便会有一战之力 喳 陈提将士们 谢陛下 算算时间 这会儿 王远邦的手下 恐怕没几个能动的人了 之后 已经去探了 很快就有消息了 报 王爷 城墙上寥寥几人 连战都站不稳了 前锋部队 已破开城门 并无造的反抗 哈哈哈哈 看来啊 云州军连守门的兵力 都凑不出来了 我们进城 等除掉王远邦 到时赵叔 就再也没有人抵抗了 嗯 辽军来势汹汹 此刻又腹背受敌 这 这该如何是好啊 父王 以儿臣之见 州必不会真心出力 不如 主动打开城门投降 我只一箭生机 这 住口 我越是 怎么会有你这样的败类 你 不好了 不好了 城门失守了 快跟着本人帅一起离开 什么 这 王爷帅 我们把你放进城来 你们连城门都守不住 你们大周就是这么报答恩人的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地方可真热闹啊 烟 烟网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撤 月容公主 许久不见 越发的水灵了 王兄 你可有兴趣尝一尝 赵树的女人是什么滋味 太急 回兄可是好长时间没开过婚了 今天可要好好地爽一爽 哈哈哈哈 无耻 本公主就算死 也不会让你们两个狗哉变污 二位王爷 我愿意做二位王爷最听话的生权 你找我一条生路吧 李雕 你个畜生 滚 就凭你 也配做本王的狗 哼哼哼 公主 你是自己拖呢 还是让本王给你拖呀 赵太速 你碰他一下试试 嗯 大哥 赵树 你怎么会在这 朕不在这 怎么抓到你们这两个大鱼 赵树 恐怕你还没分清当下的局势吧 云州军已经战力全尸 你在这 就是找死 不过也好 省得本王许多麻烦 本王 今天就要在此地登基 一同大洲 放肆 赵太队 赵太队 到底是谁分不清局势 什么声音 赵树 你因我们 明州军早已恢复了战力 城中全是陷阱 陛下骗你们入城 不过是想望中捉鳖罢了 谢公 把这两个逆党给钱拿下 孙子 大哥 别放过他们 他跑不了 王秀 你子总好过本王死 本王会为你报仇的 陛下 外面人马混乱 还是不好追了 王眼帮 走 调急将士 不必将赵太极 脚杀在城中 孙子 小王参见陛下 感谢陛下 对我越是一族的大恩 对对 感谢陛下 这没记错的话 刚才背叛岳容 要做赵太极狗的人 就是你 你也配感谢这 陛下 您还真抬去他 他想给人家当狗 人家还不用 你 谢公 散了 将李雕给朕拿下 孙子 男人 不要 妹妹救我 我也是逼不得已啊 李雕 你太让我失望了 陛下 全子一时糊涂 还帮陛下高抬跪手啊 你有什么资格来跟朕说情 你身为一国之主 中间不分 优柔寡断 朕今天就废了你这一国之主 陛下 在大哥身边 再说 若是岳容留在岳氏 还怎么和贵妃姐姐 一起伺候大哥呢 你说真的 嗯 既然 岳容开口了 朕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但是李雕 最不容恕 谢公 把他押回京城 打入天牢 带走 陛下 不好了 赵太极为了突围 他丧心病狂地点燃了城池 陈门现在已经出不去了 再这样下去 我们都会被烧死在这 什么 赵太极呢 留住他没有 陛下恕罪 伙是一起 场面混乱 臣 没能留下燕王 请陛下占罪 这个赵太极还真是命的 算了 一起来吧 谢陛下 事到如今 还是先灭火为主吧 最近的水源在城外 出不了城 若仅凭城中百姓的生活用水 根本灭不了这么大的火呀 月氏百年纪役 就要这样毁于一旦 本王是月氏的罪人啊 谁说没有水 就灭不了 大哥 你有办法 若陛下 能灭火拯救月氏 向王愿意 赦戴臣服于陛下 永不背叛 这可是你说的 月容 你去取些白醋和解面来 朕今天就教你们 怎么无水灭火 大哥 这些都是百姓们家中 最常见的食材 真能救火 怎么连月容你也怀疑这 能不能灭火 很快你们就知道了 能不能灭火 很快你们就知道了 这两种东西混在一起 这么多气泡 这倒是头一次知道 可是这对灭火能起到什么帮助啊 大哥 你就别卖关子了 告诉我们吧 看好了 海伎军人也能灭火 好神奇啊 陛下 这是为什么 这叫父分解反应 说了你们也不懂 黄远邦 赶紧让将士们 去搜集这两种原料 然后带将士们 按照此方法灭火 然后带将士们出城 据我猜测 赵太极一定还没走 孙子 国主 你可别忘了咱们的约 约是将永远终于陛下 很好 赵叔 你杀我王兄 本王要将你活活烧死 一切心头之恨 计划是你定的 如今我大辽损失惨重 你必须给我个交代 先别生气 本王出城之前 仿佛点燃了整座城池 赵叔一竟是龙中困兽 必死无疑 你最好说的是真话 爸 王爷 于大人 约是城中的火灭了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小人看到 城中火已经灭了 云州军已经押过来了 废物 给我滚下去 是 赵太极 这就是你说的 一族仪吗 我也没想到 赵叔没有水 尽燃的灭火呀 如如你不给我个交代 我大辽与你之间的合作 便到此结束 我大辽退兵了 不 不 周叔 你真该死啊 王爷 云州军区里我们已经不到谷里了 现在退兵 怕是来不及了 你护送本王先走 其他人 留下来应付他们 是 快 陛下 赵太极丢下了幽州军 向北辽边境方向逃了 这老贼倒是果断 算了 能收复幽州军 也算收获不下 赵太极现在没有了兵马 以后 只能夹着尾巴做事了 陛下 想要收复这幽州军 恐怕是有些困难 这幽州军 追随齐王已久 这齐王 又死在陛下手中 对陛下颇有怨恨 个个不听调节 而且 他们在军中散播谣言 现在 幽州军 已经有滑边的迹象了 陛下 既然他们不愿被收复 杀了他们 这么多兵马 哪能说啥就啥 这些将领 倒是有些忠心 可惜用错了地理 王院帅 帅 你去把这些将领带过来 正要亲手收复他 朕听说你们因为朕 杀了齐王 很不服气 还想煽动大军 意图谋反 是又怎样 狗皇帝 要杀便杀 我幽州军 敢作敢当 没有一个脑种 大胆 鼠骂陛下 不想活了吗 好一个敢作敢当 你很不错啊 朕看你们幽州军 没有一个不是脑种 你说什么 你们身为大洲的将士 是着朝廷的俸禄 却和燕王 齐王造反 能将仇报 这 还不是世上 最大的脑种吗 王院帅 为将者 最重什么 为陛下 为将者 以关爱部下为重 听见了吗 你们可以不怕死 但是你们让你们手底下的兄弟们 跟你们一起死 还让他们勇士背上叛逆的骂名 这 还不是脑种吗 你们只知道 齐王对你们好 殊不知 真正对你们好的是陛下 若非陛下惜财 此刻 你们早死了 朕可以保证 只要你们帮朕稳定军心 收复游州军 你们所犯罪过 朕可以既往不休 陛下 末将知错 请陛下责罚 知错能改 这才是大洲的好儿郎 朕任命你为幽州军援帅 即可整顿兵马 返回幽州 不可再让朕失望 末将灵命 愿为陛下救子 赵太极 从今以后 大洲再也没有你们容身之地了 雪灵为了拿下越士才取得大洲 如今不但越士没拿下 雪灵也被困在了赵树手上 真是可恶 拜见大逾越 本王此次前来 是为了弥补大辽的损失 助逾越救回雪灵公主 你有什么办法 大洲太后寿臣临敬 百官都要参加 逾越不妨趁此机会 去找赵树鄙事 拿雪灵为主 此事关乎大洲的颜面 赵树定然不会拒绝 更不能对于越动手 到时 到时只要赢了 当着太后和板官的面 赵树不敢不认账 只是这比试的内容 本王可有准备 我以为于越 请了一位能人 到时于越入京 他自会与王爷联络 此事若成 那王爷便是我大辽 永远的朋友 那本王就欲助于越 马到成功 耶律修哥果然中计 本王在京城中 还有最关键的比部后手 只要除掉耶律圈灵 赵树和耶律修哥 必会几种的 到时无论谁输谁赢 北辽都为何大洲 不死不休 恭喜陛下 收复幽州大军 只是赵太极逃到北辽 恐怕不好杀了呀 都果怕能够量产了 朕把北辽一并灭了 陛下霸气 陛下 陛下 不好了 京城传来电报 雪灵公主重病 什么 太医 也只能为公主勉强续命 情况非常危急 传下去 火速回京 皇上驾到 雪灵到底得了什么病 回陛下 公主殿下并非是病 而是中了一种名为 五子登科的毒 中毒 是谁有机会接近雪灵 为何还不为她解毒 陛下 陛下有所不知 这五子登科共有五种毒方 分别都用于人体五脏 对应的五种解药 亦是以毒攻毒的路数 若是未确定毒方 便贸然解毒 一旦用错了解药 恐怕公主殿下便会即刻运命了 太医乃是一道胜手 难道连您也无法分清毒方 这正是五毒的精髓 五种毒方在脉象上的表现毫无差别 很难分辨 也就是说 不过强行解毒 雪灵九两成的机会 回陛下 正是如此 陛下 奴才这就去带你一位 抓捕真凶 问出毒方 已经来不及了 公主现在中毒已深 恐怕只有三个时辰 您是的 雪灵 你醒了 赵叔 你帮我选吧 管结果怎样 我都不会怪你 这就什么话 一定要好好活着 他居然在关心我 他也舍不得我吗 反正活着 也要一直被你欺负 死了有什么不好 本宫便解脱了 真就更不能让你死了 你死了 朕还欺负谁去 你混蛋 放心 朕有办法 陛下 您有办法确定毒方 太医 如果朕能让你听到 雪灵五脏的声音 你可能分辨出 哪处有问题 若是能听到最细非的声音 臣当然可以分辨出来 只不过 这不可能啊 这世上有种东西 叫听诊气 凯公公 奴才在 取比莫来 这 他对我这么好 以后再没怕欺负的时候 我还要不要反抗 好纠结 海公公 让工匠们 以最快的速度赶制此物 喳 放心 不会有事的 陛下 东西做好了 太好了 走了此物 雪灵的命 算是帮助了 陛下 这是何物 要如何使用 这 叫听诊气 至于用法 朕来教你 好呀 陛下 陛下 臣已确定 公主殿下 中的正是 五子登科中的 肾脏之毒 好了 既然知道了的话 就赶紧解决 说再有意外 朕拿你试问 遵旨 臣这就去配置解药 陛下乃是神人义 这个听诊气 又一次让奴才 大开眼界 少拍马屁 雪灵还需要休息 咱们先走 喳 赵叔 就知道欺负 陛下 臣查清楚了 太后寿臣临近 许多官员都进宫 为太后送过贺礼 不过 只有礼部尚书 李维 趁机给雪灵公主 送过一盒糕点 毒 应该是他下的 李维是赵太极 倒台后 陛下轻手提拔的官员 他居然敢吃礼爬外 真是找死 带上秘位 去礼部 是 这是做什么 本官可没有得罪过你们秘位 李维 你竟然敢给朕的女人下毒 陛下 好大的胆子 谢公 拿下李维 诛杀救足 臣也是被逼无奈 不过既然陛下已经查到了臣 臣根月认罪临死 被逼无奈 难道说 是有人指使你 告诉朕那人是谁 朕可以看 饶了你李家老小 李家老小 要不是我李家老小都在那人手上 臣又何必至于此 臣愧对陛下 愧对陛下的提拔之恩 臣来事再报 不好 他有自信 该死 陛下 奴才刚才去了李府 发现李维的家属 全都失踪了 赵太极的势力已被清扫干净 这京城之中 到底谁还能有这么大的势力 我看是没有清扫干净 陛下 您的意思是 朕可以断定 此人必然还是赵太极的党羽 家乡官内戒备 后天就是母国的朕城 这件事情 朕城之后再说 喳 隐藏如此之事 此人 斗云 赵树 居然连五子登科都能解 真是可惜 不 以老纳的身份 就算宫内戒备再森严 依然能杀了那北辽公主 孩儿拜见母后 寿宴已经准备好了 这位是 庶儿 快来拜见你野狐叔祖 你叔祖 自去庆云寺出家之前 便早已是皇室德高望重的前辈 他这次回来 是故意为哀家来贺寿的 母后恕罪 这天底下除了母后 无人担得孩儿一半 庶儿 你怎能如此不知礼数 太后不必介意 贫僧如今只是一个老和尚罢了 如今当不起陛下大礼 正是把他宠坏了 陛下 耶律修哥送来战书 说在明日盛宴 以雪灵殿下为助 与陛下比试 看来这耶律修哥 是要在太后寿宴上 打太后的脸啊 树儿 若是此事处理不好 哀家可不饶你 母后放心 明日无论谁来闹事 孩子都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海公公 告诉耶律修哥 这战书 这你接下了 我好想真的喜欢上他了 可我毕竟是大辽公主 万一日后两国开战 赵叔 我又该如何记住 太医的医术果然高明 训练 看起来恢复得不错 你来干什么 告诉朕 你喜不喜欢朕 告诉朕 你喜不喜欢朕 我怎么可能喜欢你 你别做梦 耶律修哥为了你 可是亲自来京城 给朕下了战书 那既然如此 朕便故意输给他 放你给他回去好了 你混蛋 既然不喜欢朕 那为何还留着 朕给你包扎用的 束带和解药 朕现在很吃醋 朕 什么法 不行赵叔 我体内有毒素 你会中毒的 朕有解药 还怕去去毒素吗 轻点 让朕看看 这次 乖不乖 雪凌殿下怎么没来 他就是个小俘虏 上他来做什么 姐姐 可别听大哥口是心非 是那北辽公主还没恢复好 大哥啊 知识在心疼他的小俘虏呢 堵不住你的嘴 大辽耶律秋歌 前来为太后贺寿 赵树 你准备好 把我大辽公主 输给本一月了吗 急什么 耶律秋歌 既然是比试 那你的筹码是什么 你想要什么 真要你脱离北辽 效忠于朕 然后再为朕 去北辽取赵太极的人头 该死的赵树 很快就狂不起来了 本逾越有高手相助 根本就不可能的事 答应你又何妨 楚公子 出来吧 祝剑山庄 楚断红 参见陛下 不知陛下 敢不敢与本公子 鄙视祝剑 什么 祝剑山庄 难道是号称天下神剑 莫出其佑的那个 祝剑山庄 哀家虽然久居深宫 但也听过这 祝剑山庄的名头 这下麻烦了 找祝剑山庄的人 和陛下比祝剑 你们真是无奈 赵太极这次 可是为本逾越 请了一个好帮手啊 陛下若是怕了 还是乖乖投降 把公主交出来了 怕 我只是好奇 我大洲住剑山庄的人 怎么会帮着北辽做事 楚断红 你知道背叛大洲 是什么下场啊 你 赵树 难道你想以这种方式 避战不成 也罢 那就让朕 先赢了这场比试 再来治这个千人的罪 楚公子放心 只要你赢了 便将你列入大辽使团 保你无事 多谢于悦 我看这场比试 根本不用比 赵树已经输了 放肆 你这话什么意思 这是我驻剑山庄 用天外陰铁铸 铸成的钢锭 用他铸成的剑 骤剑影不见光 夜剑方不见形 杀人不染血 乃是天下一等一的宝物 别说铸剑 陛下怕是连于我这陰铁 匹敌的材料都拿不出来吧 糟了 朝廷虽然不缺陰铁 但宫里确实没有储备 没想到楚断红 有如此音色 竟然抓住了陛下的把柄 巧复尚难为五米之春 难道大哥真的要说 不就是一块破石头吗 我宫中到处都是 区区一块云铁 也敢搬门弄死 来人呐 陛下 去后院拿一把铁锤过来 喳 这就是我母后宫中 一把普普通通的铁锤 但是不好意思 他铸成的剑 可以砍烂你的铁锤 树尔这孩子 又在耍什么鬼点子 这繁铁 又怎能与 云铁争辉 这 赵树 你太目中无人 出宫 速战速决 巧舌如簧又有什么用 繁铁遇到云铁不堪一击 待会儿看他如何收场 不知陛下要派哪位驻剑大师 与在下比试 还是快点请出来吧 你 过来 陛下 你叫什么名字 奴才叫小春子 小春子 隔壁就有锻造炉 你拿着这把铁锤 按照朕的步骤 开炉练体 这 你竟然派一个太监与在下比试 怎么 有意见 如此之物 真是欺人太甚 小春子听好 一直烧 不要停 直到把这个铁锤 烧成铁水 这 果然是个外行 只有软化锻打 才能去除材料中的杂质 直接烧成铁水 材料与杂质连在一起 再也消除不掉 一月 这场咱们赢定了 看来今日让楚公子出手 真是大财小用了 老长 可以心动了 不急 再等等 好戏刚开 老纳 要看看这赵树 如何出丑 启禀陛下 已经烧成铁水了 很好 你把真列出的材料 一一添加进铁水 然后用普扇 一直吹这个铁水 这件事情做好了 真进你一个大功 这奴才定不会让陛下失望 虽然不知道陛下有什么办法 但臣妾知道 那个楚公子 竟然要栽在陛下手里了 连吸血都发下了 朕装的 有这么不像吗 不是不像 而是我和姐姐太了解大哥 都知道大哥有多坏 树儿 事关重大 你可有把握 母后放心 孩儿绝对不会输 剑身通透 品相圣臣 本公子又打造出了一把神剑 陛下 赵树 这就是你的大作 奴才尽力了 请陛下责罚 无妨 外观只是虚妄 内在才见真章 孰强孰弱 还需要碰一碰才知 就凭陛下这把破铁剑 还不配剑本公子的银血神剑 相相较量 楚公子 你这把剑 可有剑名 在下不才 愿称其为 斩 放 陛下乃是真龙天子 楚断红 难不成你想用这把剑 来斩陛下吗 剑气是大逆不当 就是 大哥 绝不能饶了他 楚断红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今日这么多人在场 如果陛下记不如人 便恼纠成怒 不知大家会如何看待陛下 又如何看待大周皇室 如果陛下降罪于本公子 那么所有人便会知道 你赵树输不起 原来你在打这个算法 好 那朕今天就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陛下 这 这 陛下 陛下 副主席下 你便要颜面扫地了 你高兴得太早了 你什么意思 朕说过 朕的这把铁剑 砍烂你的云体 好 大哥赢了 怎么可能 你这是什么药法 这叫炒钢 你住建山庄什么档次 也敢跟朕比较 来人 在 判党楚断红 背叛大周 冒犯天子 骑罪当猪 拖出去斩了 是 不要杀我 天狱大人救我 赵树 你赶紧下去 耶律修哥 按照约定 这场比试是你输了 怎么 你现在要反悔吗 本一月什么时候说过 比试只有一场 三局两胜 本一月还要再比一场 赵树果然名不虚传 不过 无论谁输谁赢 都影响不了皇爷的计划 叶律修哥这番纠缠正好 给了老衲行动的时间 该动手了 太后 贫僧另有要事 就先行告退了 请太后恕罪 皇叔 但去无法 陛下已经赢了 耶律修哥 你是输不起吗 是不是待会儿又输了 还得说什么 五局三胜 三局两胜 就三局两胜 为了雪灵 本一月绝对不会再说 雪灵也是你叫的 叶律修哥 对雪灵 要用尊诚 还有 你如果求一下真 真也许 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你 本一月 求陛下 再给我一次 迎会雪灵的机会 这才对嘛 第一场笔试的内容 是你定的 第二场 由朕来定 你要笔试什么 赵叔定然料不到 老娜会来这里 耶律雪灵 今日便是你的死期 方丈 弟子愚钝 为何王爷 非要我们杀了 这北辽公主 耶律修哥 对北辽公主 一片痴心 若是这北辽公主 死在这赵树的宫中 你说 耶律修哥 会怎么样呢 他会和赵树拼命 原来如此 若是耶律修哥 成功杀了赵树 王爷便能回来登基 若是他输了 北辽同时损失了 公主和大鱼 也必然会不惜一切 开战 如此可救 到时 大洲和北辽 两败俱伤 王爷便能渔翁得利 你们守在门两边 我来叫门 到时门一开 挥一刀便砍 是 公主殿下 陛下求访 请公主殿下 开门一键 赵树 他怎么会来这里 他不是去他家 太后的寿宴了吗 定是陛下 在寿宴上赢了那耶律修哥 前来给殿下报喜呢 难道他真的赢了吗 他报的哪门子写 本宫可还没说喜欢他 他赢了也没有用 殿下还是那么口是心非 你们怎么都来了 母后 想来见见他未来的儿媳妇 还愣着干什么 见过母后 雪灵拜见太后 好好好 哀家早就想来看看你 今日一见 哀家很满意 日后若树尔欺负你 哀家帮你出气 谢太后 雪灵 在这住的还习惯吗 你把这儿 布置得和我之前的地方 一模一样 能不习惯吗 赵树 你为什么突然让我搬家 是不是 还有人要害我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你们都跟朕走 好戏 应该已经开始了 叶狐前辈 谢某等你多时了 叶狐前辈 谢某等你多时了 谢公 你怎么在这儿 这你就不用管 把这个逆党 给咱家拿下 叶狸修哥 你怎么也会在这儿 赵树告诉本月 有人要杀我大辽公主 就是你这老贼 赵树 原来 他早就知道老娜的身份 看来今天这一局 是专为我而设吧 赵树果然名不虚传 彼此彼此 若非是母后非要亲眼见到才肯相信 不让朕杀你 昨日在凌星宫 你就已经死了 王叔 你 你居然居心叵测 让哀家伤心 立场不同而已 成王败寇 贫僧 无话可说 下毒害本宫的 也是你 是又如何 我只恨没能毒死你 你还敢侮辱公主 侮辱了我又如何 莫非老娜排排马屁 你们就能放了老娜不成 你 赵树 你是怎么发现的 好 但朕 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 老在庆云寺祭祖之时 朕就有所怀疑 到底是谁换的名相 你隐藏得很好 朕一直以为是赵太宿做的 但赵太极的抚卫 却给了朕新的线索 陛下 燕王府为招供说 当日随孙安出城时 是一位老和尚接的 原来如此 本以为孙安和齐王一死 便再不会暴露 想不到他手下那波蠢贼 真是百密一说 大意了 赵太极 这老秃贼 怎么会和赵太极扯成关系 于悦 你还不明白吗 想杀本宫的 一直都是赵太极 这不可能 赵太极一直跟本于悦合作 他怎么会杀你呢 因为只要雪凌亦死 你便会和朕冲突 死在朕手里 到时候两国就会彻底开战 他就可以利用辽国的大军 与朕作对 你自己被人利用了还不自知 真是蠢货 你 赵太极竟然敢势少于我 我要他不得好死 既然如此 赵叔 你又怎么知道 我会对你的公主下手 又如何确定 我亲自会在这里 下毒之人 必须有实力威胁你 原本朕并未怀疑你 直到昨日临新宫 树儿 快来拜见你野狐叔祖 你叔祖自去庆云寺出家之前 就是皇家德高望重的前辈 他是特地来为哀家贺寿的 你是皇室中人 刚好有威胁李维的本事 那下毒之人不是你 还能是谁 原来如此 你既然能自由出入皇宫 那必然会找机会对雪林下手 那朕就把雪林提前转移走 等你自投罗网 皇室祖 朕的安排 也还满意吗 好 很好 朝书果然名不许传 贫僧 心服口服 母后 现在 还要拦着孩儿吗 是哀家使人不明 既险心酿成大祸 庶儿 你自行决断吧 哀家乏了 先回去了 恭送母后 谢公 将这个秃驴拿下 机会占 庄处 你以为你这次赢了 你永远都不够王爷 只有闭了你的臭嘴 来人 带走 海公公 最近手里见长了 自从奴才跟了陛下以后 这种活干得越来越多 小有长进 好 朕 看好你 公主殿下 你可愿跟臣 返回大量 本公主 当然愿意啊 但是 赵硕他不放本公主走 那本公主也没有办法 朕可不愿意听你背这个黑锅 你如果要走的话 朕也不是不能把你 你 这样子 你就是想让我走 气死我 你个小俘虏 是不是又想受罚了 公主殿下 你怎么能变成这个样子呢 看来 这第二场 本愿还是输的 笔试 什么笔试 本愿跟赵树约定 若是公主殿下 愿意跟臣回大量 便是陈寅 如今 公主不愿走 那便是赵树营 赵树 你 你真想让我走 朕当然不想了 但是朕知道 雪凌一直心系大量 如果朕因为一起私欲 到时会害得雪凌日后 郁郁寡欢 朕会心疼 如果雪凌想回去 朕可以送你回大量 但是如果雪凌想留在朕身边 朕可以保证 谁都带不从 本公主决定 不跟你回大量 从前 本公为了大量 甚至不惜与赵无忧联谊 但现在 本公主只想做自己 可是本愿对你 别说了 我知道你的心思 但是从今天开始 我的心 只会终于赵树一个人 叶律修哥 你听清楚了吗 臣 听清楚了 于悦大人 你若是针对公主殿下好 就杀了赵太极 他才是 对陛下吕自欲害的罪魁祸首 告辞了 于悦大人 别忘了和朕的约定 把赵太极的人头给朕带 到时候 朕一定服你为人算 你放心 本于悦 不是言而无信之人 白公公 朕吩咐你的事情 做得怎么样了 回陛下 都办了 好 朕 再交给你 赵太极呢 岳大人 发生什么事了 赵太极竟然细小于本于悦 剑害公主 活寡了他 此人本王早就受过靠不住 岳大人 你先消消气 尝尝本王心得的好酒 本王这就派人将他带来 这里有毒 小吴朕 你 去 燕王过来 是 不愿醒了 本王 离醒来了 赵太极 你会付出代价的 代价 就凭你这个将死之人 也想伤害本王 代价 连野狐皇叔都死在了赵叔手里 本王付出的代价还不够大吗 赵叔 本王 要你死 大辽皇帝已经中了本王的毒 马上要不行了 日后这大辽 就是你我二人说了算了 你很多错 本王没有选错人 在傀儡皇帝登基之后 本王便发兵难下 赵叔 死不休 雪灵 不愧是北辽的公主 起码这技术 不会是 激压群方啊 不许说 你就知道笑话 赵叔 我有点担心我父皇 你父皇是北辽的皇帝 能出什么事 我也说不清 但我总有一种 不好的预感 禀告陛下 北辽前使送来急信 说北辽出大事了 什么 叶吕修阁中毒生死 父皇病危 怎么会这样 陛下说的没有错 叶吕修阁果然出事了 看来赵太极 是想不去北辽的大局 你父皇这病 极有可能是中毒 赵叔 求你帮帮我 此时北辽朝堂局势复杂 公主殿下要是贸然回去 恐怕 有危险 陛下 求你帮帮我 这是干什么 朕陪你走一趟便是 潘公公 准备一下 及格出发 喳 玄令 朕带你去救你父皇 北辽皇帝 的确是中毒 并且毒素 已经渗入心脉 老臣 也无能为力 怎么会这样 怪不得这一路进来 赵太极毫不适合 那根本就不会有人来 救你父皇 老皇帝还先过了时间 恐怕 就在这几日了 父皇 是雪凌回来了吗 父皇 是我 父皇 一直盼着你回来 我回来了 傻孩子 哭什么 老皇帝明明已经病了高慌 怎么还没亲戚 难不成 跟雪凌一起来的 可是大舟天子 今日没有什么大舟天子 只有一位来探望 丈人的小婿吧 阿婿 行不行我一声令下 便能将你永远留在这里 赵叔 我现在要杀你 你待如何 丈人 不会杀小婿的 哦 之前岳丈长睡不醒 无法管理朝政 北辽朝堂已经被奸人审透 内外勾结 即将谋权篡位 如今你即便清醒 也无力阻止这一切 北辽的基业 即将落入奸人之手 北辽皇室 已即将名存实亡 北辽的百姓 会轮于战乱 流离失所 如今能阻止这一切 只有朕 丈人 你又怎么会杀小婿呢 即便你说的是真的 但你父亲与我斗了一辈子 万一我不顾大局 硬要杀你 你又待如何 朕竟然敢以身犯险 岳丈又怎么知道 朕没有后手呢 好一个以身犯险 好一个临危不乱呢 赵叔 你很不错 雪灵 你眼光 比父皇好 承门轻时啊 父皇认可了 多谢父皇 赵叔 北辽的危急 就交给你解决了 遇到放心 那是烂闹 不是小婿的对手 好 那就放心了 只可惜 我大辽 终究还是输给了 大周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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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送北辽皇帝 归天 先皇已故 国不可一日无君 请王爷送读 先皇遗诏 以立新皇 奉天成运 皇帝赵约 二皇子耶律贤 天资最美 乃明主 无二之选 今特封太子 即日登基 耶律贤天资最美 文成武德 乃明主 哼 诸位 还不快拜见新皇 本公主 本公主不同意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公主回了 乘微风 萧武成 赵太极 你们二人假传圣旨 罪该万死 今日 本公在这儿 你们二人休想得偿 诸位 公主说 这遗诏 是讲的 你们怎么看呢 这明明是真遗诏 公主殿下 为何在此讨乱 原来公主 已经背叛了大辽 背叛大辽 背叛大辽的是你们 耶律雪灵 本王还没找你 你自己送上门来吧 来啊 给我将这个叛贼拿下 公主殿下 得罪了 你们敢 把他送到武卧室 本王 要让赵树 请请他的账 是吗 大胆 是谁 当然是朕 少数 原来你一直都在殿中 赵太极 把你刚才说的话 再说一遍 本王倒要看看 你哪来的底气 赶到大辽的 一盘上来闹事 又是哪里来的勇气 你对本王如此的不济 小武城 大辽禁卫何在 皇爷 你没事吧 本王没事 赵树 王本王 视你为一生之敌 没想到 你原来如此愚蠢 本王倒是要看看 你今天如何逃得出去 逃 这为什么要逃 你什么意思 你叫的这些手下 可都是朕的帮手 你在胡说些什么 来人哪 把此人给我拿下 这怎么可能 本于月的敬畏 可不会听从一条丧家之犬的命 也里修哥 你没死 本月说过 知道你们要付出代价的 今天 都要 参见陛下 免礼 许修哥 这怎么可能 陛下说过 大辽 必会有奸人和你勾结 赵太极 你早就被殿下看穿了 可本王明明亲眼看见你喝的毒酒 怎么可能没死 你猜 我怎么没死 你竟然如此狡猾 本王当时就应该补上一剑 彻底杀了你 就凭你 竟然如此 为何于月还要等到现在才毒手 难道就是为了看我出手吗 说非如此 朕怎么知道 北辽朝堂到底出了多少叛逆 今天朕 就要肃清北辽朝堂 让雪明安心 严修哥 将这些叛逆 给朕统统拿下 是 慢着 小王爷 这是要发表遗言吗 遗言 赵叔 你想多了 你真的以为 在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 我和王爷没有准备吗 赵叔 本王早已调来十万北辽大军 此刻已经包围了皇城 你要是感动本王 这殿内所有人都得死 十万北辽大军 这就是你的底细 就凭你这点人生 难道还能和我十万大军抗衡 赵叔 实际的话 现在就放本王子 我少你一命 什么事业 要你命的声音 陛下 奴才按您的吩咐 将火炮送往云州军中 王元帅率领云州军 一路势如破族 将北辽大敌全部歼灭 说得好 这不可能 张太吉 朕早就掌握了北辽军的异动 刚刚一直没有动手 就是为了拖延时间 等待大局落定 赵叔 你好深的星期啊 李修哥 将这些叛道 就地格杀 您都不留 上 大哥 如今反贼赵无极和萧武城已死 父王前日来信说 想在月事王宫 修建陛下的雕像 歌颂陛下的功德 你许不许啊 许许许 陛下 叶律修哥昨日上书说要借我们的火炮用 要不要拒绝他 需需紧张火炮 给他便是 我现在已经在研制导弹了 那几个火炮给他研究一下 有什么好怕的 陛下 如今天下太平 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确实有点不够的事情 什么事啊 当然是生牌子了 快来吧 给他 好